請你幫我介紹過 我覺得鞭尿其實是女孩子 所有女性朋友的一個 特殊專長 以我臨床的經驗 大概因為 膀胱發炎尿道病人 來看醫生的 大概 這麼多啊 很大 那這款如果你常常鞭尿 變成 慢性膀胱發炎的話 你可能一年來遭了次數 少者三四次 多者十幾次 常鞭尿太緊繃 連肝臟也會受傷 鞭尿不只傷膀胱 它是發現人在鞭尿的時候呢 通過那個肝臟跟的血液 也會變少 可能是因為你在鞭尿的時候 其實你全身也是處在一個 非常緊張的狀態 所以他們認為說 當你長期鞭尿之後 可能對你的肝臟其實 也是相對不好 健驗膀胱無力 每天做紀錄就知道 建議大家我們可以紀錄一個 紀錄一天 幾點尿尿 然後尿多少 然後你自己去感覺一下 那感覺你入尿尿 每次都不到一百 因為剛剛說其實我們 尿量可以儲存到三百 所以你可能只有五十CC 一百CC就上廁所 那其實表示你真是有 平尿的問題 旁觀健康超重要 排尿頻率大有學問 怎麼做才有好旁觀 今天就帶你一次解惑 所以到底什麼樣的生活習慣 會造成我們旁觀的傷害 別再袖手旁觀了 好 第一個就是你 是不是常常憋尿呢 對 還有愛吃一些上火的食物 另外第三點就是 穿太緊的褲子也會影響嗎 還有女生習慣性的用棉條 以及你習慣染髮 這五個裡面有我們 其實以前有聽過可能有關聯的 但也有幾個 我們認為怎麼會有關聯的 對 有這樣的習慣嗎 有沒有以上任何的 剛好配合到的嗎 第四條沒有 我沒有那個習慣 其他都有 其他都有 對 其他都有 穿太緊的褲子應該現在的女生大概 現在就很近了啦 對 真的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一定要穿 現場馬上就露一下 就穿她的衣服 對嘛 要採取現才好看嘛 當然是這樣 因為不管是不是流行 反正就是說緊身 但線條的關係 大家所有的女生都追求的嘛 現在沒有再穿垮褲了 沒有 安全褲 重點是你連穿裙子裡面 也要穿安全褲 安全褲也是超緊身的 對 一定是 你不管長的短的內的外的 一定是緊的包在一起啊 沒錯 所以這個是一定重的啦 對 常常憋尿對女生來講很平常嗎 一上網根本就 對啊 懶得起來了好不好 不是啊 而且 這是只有你嗎 上網有你 拜託 所以我們拿上網 怎麼會連在一起咧 因為我家住透天 我就會覺得 要在那邊上上家 走到洗手間 我覺得很煩的一件事情 我寧可一直憋一直憋 憋到就是兩條腿 已經縮在椅子上面了 我的天啊 你還... 好吧去一下好了 我才去 光子太大了 對啊 聽什麼啊 我就覺得 去上機我一咪一咪 乾脆就集合多一點的時候 一次寫就好了 對 有道理耶 但是我覺得憋尿 其實是女孩子 所有女性朋友的一個 特殊專長 我也覺得 我覺得所有女孩都會憋尿 對 不曉得耶 不是 而且我覺得有截癖 特異功能還是怎麼樣 沒有 你們好像髒的話 男生比較憋不住 因為男生旁觀好像比較小 那我們女生好像就是 儲存量比較大 所以我們習慣性就會 一直儲存... 那等到我們有感覺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一個量 而且我覺得很厲害 是我們的憋尿 它是要練習的 就是你第一次只能 存到這麼多 你會發現它可以越存越多 自我挑戰是不是 對 然後彈性 你有那個想要尿尿的 尿液的時候 跟你真的去實行 做尿液這些事情 中間可以再隔差不多五個小時 對 這也太久了吧 可以... 真的可以... 好 那... 染髮 為什麼... 對啊 染髮以前是 曾經有人在說 它的色素是會造成膀胱 不是 可是很奇怪 聽說... 腎跟膀胱算一體 可是腎跟膀胱算一體 可是我聽說是 自己染的染劑 對啊 不好的染劑 然後可是 如果我們去買好的染劑 他們說自己染的都不對耶 像一些... 像一些比較... 頂級的沙龍的話 是... 染劑都是合法安全 對 非常OK的 很OK的 絕對不傷什麼膀胱啊 腎啊這一些 好 所以都是走錯門路了 對不對 你亂買什麼開架式的 那些便宜的都會很傷 那再來第四個 這個我更不能理解了 習慣性又勉強 對啊 這為什麼 跟膀胱有什麼 完全不管管道怎麼會跟膀胱 有不同的管道嗎 是不是 對啊 為什麼這些生活習慣 會造成膀胱的問題呢 王醫師 愛麗絲剛才有提到 一個很棒的話題說 女生的膀胱的儲水量 女生真的比男生大 真的假的 女生真的比較多 可是我們的體積比較大耶 你的體積比較大 但你的濃量沒有太大 是喔 一般來說 平均女生大概濃量 可以到達五百左右 男生大概只有四百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剛才靖從有提到說 女生假緊可以再人五個小時 我告訴你 男生假緊撐不了五個小時 對啊 那也是個結構上面的問題 所以基本上其實告訴我們大家說 其實基本上 就是不要憋尿 我們常說 剛才我們提到說 你看 這邊有張圖告訴大家 女生的尿道 一般來說 從小到大 大概說五公分到七公分 女生的尿道本來就是比較短 那男生的尿道 有可能說八公分到十五公分 那基本上他尿道比較長 那基本上其實 一般來說 這種泌尿道的感染而言 它有什麼叫逆行性的 我們常說其實你憋尿 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膀胱本身 它是一個很特殊的細胞 它是一種疑形細胞 那中文又翻作叫 變形細胞 就是變形金剛那種變形 當你的膀胱可以變到很大的時候 它基本上它的細胞壁就變得比較薄 那比較薄 它基本上就是可以存的水比較多 可是我們知道 尿本身是一種排泄物 它裡面還有很多毒素 對 我們每天吃的東西 要經由尿液跟分辨排出來 但這些毒素存在你的膀胱裡面 存多了呢 裡面會有細菌 會有毒素 就會造成發炎 那再過來 如果喜歡吃上火的東西 其實我們都知道 為什麼 上火的東西你可能 你可能尿量就不夠 而且你的毒素就沖不掉 那這樣本身就很容易造成感染 那再過來 女生如果穿太緊的褲子 剛才有提到說 其實女生的尿道比較短 那基本上 它很容易從外陰部感染到進去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穿太緊的褲子 而且在那邊悶濕的話 就這樣有個 生理期來的話 有很多一些精血的話 很容易造成一些 那最後一個第四個條 我們常說 國外人比較喜歡用棉條 可是我們東方人 用棉條的習慣 比較不好是 他換的時間不夠 很多人可能一放 放多久 放一天 那感覺 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感 精血量出來 甚至從外面沒看到 會忘掉 所以基本上 因為他用這個習慣不好 他整個精血裡面 其實本身 血就是一個很好的 細菌的培養品 會造成一些細菌感染 那最後一個提到 染髮這個東西 其實我們常說 一般我提到說 染頭髮的染劑 它本身含有一些成分 不管它標示說 不含PPD 或PTD這種東西的話 基本上它只要含這些東西 都屬於化學染料 是 本身對這個研究當中 其實你染頭髮 一定只能染到你的頭髮 不能染到你的頭皮 對 如果你染到頭皮的話 它從頭皮吸收 第一個會造成皮膚的過敏 第二個 那個染料經皮膚吸收 到你的泥尿道 會造成糖光癌 甚至有一些的話 造成那種淋巴的血液癌 都有可能關係 所以其實這些東西的話 這五項就告訴我們 如果你有這習慣的話 其實應該說你要特別注意 那反過來 這五項的東西當中 好像女生都比較習慣會有 所以在臨床上面 以我臨床的經驗 大概因為 大概女比男的比例大概10比1 差距很大 差距很大 那這關 如果你常常鞭尿變成 慢性膀胱發炎的話 你可能一年來遭到次數 少者三四次 多者十幾次 所以我常說這個問題 在女生方面的話 其實是個很大很大的問題 這個是很容易的循迴 很容易循環 所以當你開始憋尿 第一次可以憋到五個小時 你有問題之後 你下次可能又再憋 可能只能憋三個小時 等你生過病之後 你可能我告訴你 一個小時就憋不住 你只要憋一次 馬上就進醫院 對 所以我常說這些問題 就告訴大家 憋尿看起來是小事 很多人還在練習那種冷宮 對不對 看你可以憋多久 等你憋久之後 你就會出問題 而且憋尿不只傷膀胱 他現在發現人在憋尿的時候 流通過肝臟的血液也會變少 然後他會啟動肝細胞 類似的那種刁亡的機制 就發現你在傷 可能是因為你在憋尿的時候 其實你全身也是 處在一個非常緊張的狀態 其實你 雖然你不自覺 但是你身體正在一個 反應的戰鬥狀態 所以他們認為說 當你長期憋尿之後 可能對你的肝臟 其實也是相對不好 這我我沒有想到的關聯 而且很多你知道 很多老人家在冬天的時候 事實上 他們昏倒的原因 是他們有時候憋尿憋久去 一尿出來 反而 可能是一些壓力 或什麼突然間的改變 然後就一頭 眼睛一黑就昏倒 這個太誇張了吧 那如果以中醫師的 角度呢 廖醫師 這個長期憋尿造成 健康的影響 其實當然我們講的 長期憋尿一定會造成 泌尿系統的問題 大家知道的 尿道炎到膀胱炎 再往上 可能到腎於腎炎 然後甚至造成尿毒症 影響腎臟的功能 那在中醫來說 這個泌尿系統是屬於腎 中醫講的腎氣管轄的範圍 那不只是泌尿系統 其實包括生殖系統 也是屬於腎管轄的範圍 臨床上的確也發現 一些長期憋尿的人 也會影響到 男性跟女性的生殖系統 可能會造成 男性的性功能障礙 或是男性的不孕 那女性的話 也會造成不能生育的問題 怎麼說呢 比如說以男生來說 因為男生控制這個 我們講生殖器的勃起 跟泌尿其實是同一組 神經在支配 所以說一旦你長期憋尿 你這一組神經 會承受很大的壓力 那會造成就是 你不但是排尿困難 尿不出來 你會造成你的勃起障礙 就所謂的養尾 所以就性功能障礙 那當然就會影響到不能生育 那除此之外 我們知道這個尿液 它可能你長期憋尿 那尿液也會經由舒筋管 逆流到我們的腹睪丸 跟我們的前列腺 所以我們剛剛講 尿液其實很多的毒素 會造成腹睪丸發炎跟前列腺炎 那這些就會影響到這個生育 所以就影響到男性的生殖功能 那以女性來說的話 那為什麼女性長期憋尿 也會影響到生殖系統的問題 因為女性的我們講的 膀胱跟子宮是位在這骨盆腔裡面 它們是緊密相連的 以解剖學的位置來看 這個是膀胱的話 我們的子宮在膀胱的後面 這是子宮 子宮一般位置是前頸 然後這是陰道的位置 前頸 可是你想 今天我一直長期憋尿 我尿一直漲 我膀胱一直漲大 它就會壓迫到那個子宮 變成子宮後區 這樣子宮後區就會造成 我們剛剛說 這個精血排出很困難 會造成嚴重的筋痛 還有壓迫到這個腰底神經 會造成腰背痠痛 那另外呢 還有對生育影響 就是說因為這種後勤的子宮 會造成這個子宮 其實沒有辦法 浸潤在這個精液當中 所以會造成 就影響到這個受孕 所以不要忘記 憋尿不是只影響 泌尿系統的問題 但生殖系統也有影響 所以真的是提醒大家 不要憋尿 我們知道尿道在這邊 膀胱在這邊 當你是不管是 尿道發炎 或是膀胱發炎 當你嚴重的話 它所謂的逆行性的感染 會經由尿道變成腎臟 那腎臟會現一個叫 那基本上在我們臨床上面 常常大概20個憋尿 來看我膀胱發炎的病人 大概其中就有一個 會憋到腎於腎炎出現 那時候一道腎於腎炎的病人 那是要憋到什麼樣的情況 才有可能這樣 我可以直接來告訴大家 你有過是不是 這裡就有一個患者 而且我要告訴你 那個東西要治療 其實是非常辛苦的 因為我以前那時候 一開始也要出外景 然後那時候出外景 都要去一些很窮困的地方 然後那時候很多廁所是 不是一般沖水馬桶 就是鋪上廁所 讓自己回到台北 好辛苦 那一直到有一天 我印象很深刻 我們是去台中的出一個外景 我們早上六七點就出門了 我上車的時候 我那天覺得一切都好好的 但是一到了台中 兩三個小時之後 我發現自己開始發燒 到中午的時候 我已經是這樣站不住 然後我就跟公班的攝影師說 我站不住 他們說那你在車上躺著 你不要下車 我就這樣子 我整個人就是暈過去 一直到晚上 我也沒有喝水 我也沒有上廁所 我到晚上的時候 我開始覺得 我一到急診 我只講了這些症狀 我連驗尿都沒有驗 醫生立刻說 你現在家人馬上收行李 立刻立馬住院 我當下就直接到了樓上 我就直接被放在床上 我就直接躺在床上 一個禮拜沒有下來過 因為我要二十四小時 不停注射抗生素 一直打到那個 就是發炎到這樣的程度 後來因為我就是 剩餘剩鹽了 後來有一天我發現 我走路開始痛 而且那個痛 比剩餘剩鹽還要痛 腹部是不是 是結石 你知道那個好痛喔 那個是你 你沒有辦法走任何一步路 那個 我跟你講 懷孕都沒那麼痛 我是說真的 就是生孩子 我覺得那個痛是 我連去醫院掛急診的那個 能力都沒有 術以維持社 愛麗絲社的情況算是 超嚴重的吧 超嚴重的吧 這個排行第三女生吧 VIP級的這種 其實它這不叫嚴重 它是每一個人 從極性膀胱炎到慢性膀胱炎 一定會走到剩餘腺炎中 才會回頭來告訴醫生說 他要學乖 其實這種病人 我剛才有提到說 我的臨床上面 每個月啦 因為膀胱外來看我女生 大概差不多十幾位 我們基層醫生 如果沒辦法幫病人 做一些檢查 確定說他白血球 超過一萬八兩萬 我們會做一個檢查 會敲病人的後腰部 痛痛痛 超的超的 你知道敲一下我告訴你 十個女生 只要是剩餘剩的女生 會罵髒話 而且當場罵出來 他說怎麼那麼痛 你為什麼沒有先這樣講 這哪叫真話 他前面真的罵髒 對 然後醫生就告訴你 你剩餘剩餘 你要去住院 五天起跳 五天到七天 然後病人就開始說 為什麼這麼嚴重 我說你已經發燒 三十九四十 我這樣敲下去 有一邊比較疼痛 已經腎臟發炎 你再不去的話 你可能今天晚上要去掛急診 所以轉診當然一拿著 病人就轉診去了 所以剩餘剩餘 他有可能是因為 比如說長期憋尿的習慣 對 有可能是水喝太少 應該說他一定是有個 膀胱發炎之後 他有個逆行性 我們常說 這邊有個叫做 輸尿管 當你這邊發炎之後 細菌沿著輸尿管 上去到腎臟 對 爬上去 這叫逆行性的感染之後 只要腎臟一感染 它本身就會造成 菌血症 菌血症完了之後 這個細菌不管跑到哪裡 跑到你的肺臟 你就變成肺炎 跑到其他地方 就變成其他發炎 它會從血液跑 對 從血液跑 那如果說你變成極性腎癒腎炎的話 如果變成敗血症的話 你可能會死掉 洗腎吧 對 那如果說你的腎臟 因為這個太晚去治療 或者你治療不夠完整的話 如果你腎臟受影響之後 你的腎臟會萎縮 很多人有一些叫慢性的 一些腎發炎之後 他腎臟萎縮 腎臟功能不好 也是跟這個極性腎癒腎炎 治療不好 有關 那如果是一個腎的話 你可以後續繼續過著正常的生活 如果兩個腎都腎影響的話 你可能就要去洗腎 所以說這個病 是會死人的病 所以你們要覺得今天在這裡看到 我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對 沒錯 這是很典型的案例 我們會隨時叮叮妳 不要忍尿 不是 可是很可怕的重點是因為 你一定是先感染到才會這樣 問題是我們憋尿就是不想感染 比如說因為外面真的髒 那你又有潔癖 你就是看到那個 要我也不敢殺 我看到屈我真的就不怕 不要看到其實外面稍微髒臉 我也一定忍 就是說你會尿不出來 因為之前有太多的新聞 太我眼聳聽了 就說什麼有什麼人去公共廁所尿尿 結果什麼剛好可能 剛好屁股像有個傷口 然後什麼彈上來 於是乎就有什麼屁股得了什麼菜花 或者說什麼 其實那個機率 絕對比你憋尿而導致尿道炎 或膀胱炎的機率低得多 所以兩個的風險性 與其你憋尿不去髒的廁所 寧可去髒的廁所 只要瞄準一點 站遠一點這樣子 也就還OK 也就還是要把它尿出來 真的 每個女生中期醫生 多少都會 甚至你可能懷孕的時候 更容易膀胱發炎 尿道發炎 所以可能去結婚的時候 去蜜月的時候 也會得膀胱發炎尿道發炎 但是這個都不是難處 只要你好好配合醫生 好好看我們的節目 好好做你該做的 其實往後日子也是很光明的 但是王醫師 我們現在就是困擾在呢 什麼叫做憋尿 憋尿這個定義就是說 因為我們曾經也聽人家講 說你也不能說才一點點尿 你就馬上去尿 對 因為膀胱還是必須要有一個訓練的 對不對 所以又不能憋 對 那所以它這個是怎麼樣 次數啦 或者說我尿尿的時間長短啦 對 怎麼樣叫做憋尿 我大概給一個概念 我們 大家也很多知道說 我們一天喝水要喝大概 兩千到三千CC 相對之下我們一天尿尿 也要大概尿到 一千五到兩千CC 那一般我們的膀胱 它很好玩 它到一百五十CC之後 你就有尿液的感覺 那一般你的膀胱 如果到了三百 你在不尿的話 其實那個基本上 你後面就屬於叫憋尿的階段 所以我們一般會定義說 如果你一天的尿尿的次數 少於六次 然後每一次尿尿的 那出來那個西西數 都有大於三百 甚至到四百以上 那表示你的 已經開始有習慣性的憋尿 所以一般的到三百 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 那你一天當中 可能有一次或兩次 只到三百還OK 可是你撐到四百 我們剛才有提到說 女生的膀胱可以到五百 男生只有四百 如果都撐到四百的話 基本上它已經在承受那個壓力了 它本身那個膀胱裡面的黏膜 就會受死 可是王醫師 我們怎麼吃到三百 兩百 五百的 對不對 對 就是說你身體的感受 你可以拿涼杯啊 你可以拿涼杯 其實應該說啦 因為憋尿 憋尿之後 有的時候憋過久 它會有點痛 對 或者是有一點不舒服 那那時候基本上 你一開始平尿 急尿 解尿會痛 解不乾淨的時候 就告訴你 你已經憋尿 憋過頭了 你要找醫生 開始要做一些尿易檢查 甚至要開始吃藥 解尿解不乾淨 因為醫生我可以 請問一個問題嗎 因為我覺得就是 像有一些人 也會碰到同樣的這種狀況 就是 我覺得 我覺得還沒有這麼急 但是等到可能 我要想上的時候 上不出來 那時候上不出來 或者是那時候已經 你知道 整個就是你 整個就是要宣洩 但是你找不到廁所 對 就是它就是有一種 就是它沒有一個中間點 對 它是一個罰值 差不多一個那個值之後 你就爆發了 所以我們今天 要怎麼樣去訓練 譬如說 告訴自己這樣比較憋尿 什麼一個反應就是 應該這麼說 我給大家一個觀念 一般我都告訴我的病人說 你大概一個小時 要喝水大概喝 你大概養成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 要上一隻廁所 那你看一下 如果你上廁所尿不多的話 你可能 就把下次尿尿的時間 延長半個小時 那原來一天大概上 六次左右的尿尿 那像一個愛麗絲 她已經走到結石的人 一定要強調 她一天要上 八次 那水一定要補充夠啊 對 可能一天的水 可能要補充至少到 兩千五到三千 然後你看你的尿量 大概有到差不多 大概八次 這樣的話你才可能 把結石不要再復發 那一般的話 只要你尿尿你的感覺 就算順暢 一般來說啦 雖然說女生的尿道比較短一點 那你看一般尿尿的感覺 大概差不多 應該差不多 十二秒到十五秒當中啦 如果你尿尿 如果超過一泡尿 曲線很漂亮 就超過三十秒的話 那代表你一定是超 太多了 尿尿 一定表示你憋太多 太久了 沒有三十秒 有耶 有耶 怎麼可能 一定 你如果尿不短 你就覺得說我怎麼 膀胱是不是無力的 怎麼可能這樣就來尿尿 我每次都請我的經紀人說 你不用在裡面等我 請你去外面 他說 妳是要上大號嗎 我說不是我尿尿而已 他說 那很快 我說妳就先出去好不好 因為我要好好的解放一下 所以我時間要久一點 是喔 而且有時候我覺得女生尿尿 因為好像怕那個尿尿聲音很大聲 你如果故意要把那個尿尿聲音 變小聲的時候 其實尿也會變得比較慢 那我其實可以建議大家 有時候這個感覺 其實每個人感覺不一樣 所以可以建議大家 我們可以記錄一個 你可以說你每天自己 然後我覺得那個時候 就先一天的時間或兩天時間 你準備一個那個 我們平常那個 就有一個杯子 就不要再喝水了 那個就是有涼杯的杯子 來裝尿 就記錄一天 幾點尿尿 然後尿多少 然後你自己去感覺一下 那感覺如果不到半個小時 你有想尿尿 那如果你又沒有喝很多水 好這時候我就看 你如果尿尿每次都不到100 因為剛剛說 其實我們尿量 可以儲存到300吧 所以你可能只有50CC 100CC就上廁所 那其實表示你真是有吃尿的問題 對 那或是說你就先記錄一天 那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判讀 你也去給醫生看 那你自己再記錄看自己的幾點 想尿尿尿尿多少 大概就慢慢你可以抓住 訓練自己那個感覺 大概一兩天之後 我覺得那個感覺 其實你慢慢就會抓到了 不過這個前提是 大家那個喝的水的量 要按照你 因為我發現現在 尤其是女性朋友 很不愛喝水 一天看你沒有喝個500CC 都愛喝飲料 愛喝咖啡 對 而且你在外面 你就更不想喝水 就是不想要去上廁所 就是怕要排尿 所以這個就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對不對 廖醫師 那有沒有中醫 我們這個平餐保養我們的膀胱 怎麼穴到暗暗 膀胱真的真的有力 有 有 教大家 對 但是這個兩個穴位按摩 是用在平時的保養 如果你已經要到發炎 其實是來不及的 首先那個第一個穴位是 氣海穴 氣海穴它正好在我們的 身體的正中央 怎麼找這個氣海穴 首先找我們的肚臍眼 肚臍眼 那它在我們肚臍眼 就是直下1.5寸的位置 那中醫長四根手指頭是3寸 四根手指頭 那我們兩根手指頭 大概就是1.5寸 所以找到我們的肚臍之後 兩根手指頭下面位置叫氣海穴 氣海穴就是 它就像我們人體的陽氣 從這個地方而出 所以像氣的海洋 所以叫氣海穴 那因為這個地方其實 這個是腹部的地方 脂肪比較多 所以會建議大家按壓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我們手 大拇指的掌根去做按壓 我們用那個右手的掌根 可是這樣按不深 對 所以這樣子用力按壓 那也可以兩個手交疊 順時針的方向 先按壓100下 然後按壓到腹部有發熱為止 這個部分可以按壓 那這個氣海穴就是我剛剛說 它對於我們身體 因為陽氣不足 所造成一些虛寒性的疾病 它是有幫助 比如說像有時候你覺得 會頻尿啊 或是夜尿比較多 然後是有些人排尿不順 然後有些尿失禁的問題 可以多按壓這個穴位 那女性朋友來說 其實有些 月經失調 筋透 或是白帶分明比較多 也可以按壓 那男性朋友 如果有性功能障礙 陽尾已經早歇 都可以按壓 都按壓 森林哥 妳叫我按這個穴道 是因為妳看我望聞問切 有秀出一點端倪 你知道嗎 其實這個穴位很有用 之前我臨床上有個病人 他是有攝護腺肥大的問題 他排尿不是很順 然後 還繼續講 那現在突然轉到這個節目 從這邊看她的表情的樣子 就會覺得妳生物性的問題 我那時候就要按摩這個氣海 所以就按摩 那其實我剛剛講 右邊順時針100下 就我們再用左手 在逆時針方向也可以按壓100下 然後腹部整會發熱 所以一燙就是200下 對 那他其實他就發現 我就叫他在排尿之前這樣按壓 那他又把它加倍 他說他按壓300下 右邊就是順時針300下 逆時針300下 然後再去解尿 他就跟我分享 他說他很久沒有那種解尿 有那種講的 這樣子 因為你知道攝護腺肥大人 其實他常常尿尿 是滴滴答答的 而且有時候尿完之後 覺得好像還有尿 尿不乾淨 可是他尿不出來 可是他說他用這個方式按壓之後 他覺得那個拋物線又出現 而且尿完之後 他覺得那個全身是 真的是尿乾淨 通體舒長 所以這種按穴道法 比我們每一次想尿尿 按下膀胱 這樣按下 就會想尿尿 其實是不一樣的 對 那其實所以按壓動作 要輕柔 緩慢這樣 那除了按壓這個氣海穴 因為這個地方其實比較敏感 那有些剛剛說 腹部脂肪比較多的人 不容易按壓到 或是說有些人其實 很頻尿很敏感的人 有時候才按壓十下 就想去尿尿 這個時候我們就不要按壓前面 我們按壓後面 我們後面也有很好的一個穴位 叫做 怎麼找這個腎 也叫腎疏穴 腎魚穴都可以 就我們先找到那個 我們剛剛的肚臍 肚臍 對 然後我們找到肚臍之後 沿著肚臍花一條水平線 好 我們從肚臍花一條水平線 過來到我們的脊椎的地方 那這個位置就是我們的 這個剛剛說 跟那個肚臍是相對 它正好在我們的腰椎 第二跟第三節 這個穴位叫命門穴 那這個穴位旁邊 旁開1.5寸 也是兩根手指頭位置 這叫腎疏穴 兩邊都有腎疏穴 那腎疏穴也可以按壓 腎疏穴其實跟剛剛前面講的 氣海穴是一樣的作用 它都可以 所以剛剛講的 我們身體的陽氣不足 引起的虛寒性的疾病 它都可以有完結的作用 這要靠別人按 這個自己不好按 可以按壓 教大家怎麼按壓 我們身體稍微往前行的時候 我們剛剛說用我們的 兩個大拇指的掌根去揉按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 對 用這個大拇指的 對 掌根去揉按 那我剛剛說 就是揉按之後 上下推揉 對 因為這個 這個腎疏穴 正好是在我們 所以你上下推揉的時候呢 除了可以讓我們 這個地方發熱之外 也可以按摩到 我們整個膀胱肌的穴位 那對我們膀胱的通常 其實是很有幫助的 會有一點酸耶 對 然後而且上下 所以這個穴位可以 改腎腰痠背痛的問題 對 所以像有一些 有夜尿問題的人 可以在睡覺之前 自己去按摩這個腎疏穴 然後按摩大概三分鐘 對 腎疏穴 其實會對於夜尿的改善 很有幫助 太棒了 那是很好 是 劉醫師 謝謝 兩個穴道提供給大家 對 那各位有沒有 剛剛講到平尿的問題了 其實平尿的問題 我也是因為這一次生完第二胎 然後就是我們剖腹生產住院 要七天的時間 然後我從大概 我是第二天就可以下床 好 那下床那時候 其實還掛尿袋 那掛尿袋那時候 我就覺得說 我老公也說 你的尿也太多了吧 那到第三天 袋子可以拔掉了 然後我就覺得輕鬆多 我自己可以去上廁所 我就發現 其實還有傷口還是隱隱作痛 那就知道 好像一直解不乾淨 一直起來上 那回去第七天 我就開始覺得 我在吃月子餐的時候 我就覺得 怎麼會 所有我們家的人 我老公跟我女兒都覺得說 媽媽你真的 你不要再演了 你太誇張了 我除了 一直想尿 但是尿不出來之外 我就開始 就開始那個 打冷戰 打到就是 多誇張 我們家寒流的那個 後被子啊 三條已經壓到我身上 是 我已經快要不能呼吸 但是就是已經壓不下來 我也是覺得我鬼上身了 我覺得我中邪了 你知道嗎 我覺得是發瘋了 然後就是整個是 整個床是這樣 我就跟我老公說 送我去醫院 就是趕快送我去醫院 這樣子 我就送急診 送急診當然就是 醫院一看你的症狀很清楚 就請你驗血 抽血驗尿這樣子 然後當然白血球就很誇張 就一萬 一萬四五吧 就是直接告訴你說 請你準備住院 然後先生回去打包行李 這樣子 我說我不住院 我說我現在 我才剛 今天第八天 我的寶寶才剛回家而已 我要餵母奶 我不可能住院 而且我放不下小孩 我不住院 你開藥給我吃就好 我不住院這樣子 他說不行 你現在這麼不舒服 你一定要住院 因為我連去醫院 是已經沒辦法走路 我是已經 就是已經沒有力氣了 你連這樣都怎麼會 你連這樣都不住院 你是不住院 其實也是這樣 怎麼會這樣 因為我們不是有擦尿管嗎 我剛剛不是講說 我們前面有擦尿管嗎 應該就是在拔尿管的 因為擦可能沒有太大問題 拔尿管的那瞬間 就感染了 然後我 我後來有請教就是說 可能那個動作 如果一不小心 的確是會容易 就尿到感染 你還能持續頻尿嗎 還是 是啊 還是會 我覺得從那之後 你就會常常會有感受是 就是 解不乾淨 解不乾淨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 到目前為止 我會覺得有一點煩的地方 對 這個很少到天 那我們剛剛像 比如說剛剛中醫師教我們 那個按的那個東西 如果我們在尿尿的時候 去用力這樣 有沒有幫助到他 應該沒有吧 因為女生沒有辦法去測數 我們不可能有泡物線嘛 對不對 女生不可能就是坐著尿 可是你有時候 女生尿尿如果是 尿會把尿乾淨的意思嗎 也都是一點點的水 那如果你就是 用力去試驗 幫忙加壓一下對不對 對 這樣也要幫助 應該不是在尿尿 是在小便之前 先要去按壓這個穴位 其實才是有幫助 你不是在尿尿的刹那 因為有時候反而是 你負壓增加 有時候反而會造成有點頻尿 我補充一下 我補充一下 大概每一個憋尿的人 都有個經驗 如果你這一泡尿 背了三個小時 就你發覺你尿完之後 你可能下一泡尿 不到半個小時你就會尿 最大原因是因為 當你的尿尿 膀胱超過五百之後 你算你換 可能尿尿 尿了可能四百掉 你會有個 對 那就是因為你膀胱 撐太大之後 它後續沒有辦法 完全回縮到原來 就像pump打不出來對不對 就是它的氣球有點萎縮 那這個時候其實 有時候你尿完之後 你可以壓一下腹部之後 可以幫忙把這些 魚尿給排掉 那你記得一件事情 如果你這一泡尿 憋了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 那你要記得 下個半個小時 如果開始你有尿意的話 你一定要趕快去尿 那這時候 要把裡面的尿 可能會有兩百五到三百左右 這時候你把尿尿乾淨之後 你後面 今天就可以過著快樂的生活 其實一般人 除了憋尿之外 尿 沒尿很煩 多尿也很煩 其實女生有兩種 很常見的 會憑尿的問題 一種就是所謂的那個 之前有一個女生 她真的很慘 她就是剛好跟大家不一樣 她就想說 我千萬不能憋尿 所以她只要一有一點點尿 她就會去尿 可是她那個時候 又聽見人家說 最近不是有一則新聞說 什麼有一個女的 她就是多喝水 結果過了多久 反而年輕很多 整個人都年輕了 每天都要三千去吃 對 每天都要喝三千 於是她就是相信 她就是天天都喝很多水 然後她又是那種艱辛 一有尿就一定要去尿尿的人 因為她覺得一忍尿 就對身體不健康 結果我跟你講 她持續一針子之後 她就發現一個很怪的現象 就是她再也沒有辦法忍尿這件事 就是說以前她可能一次尿 是尿200CC 300CC對不對 她現在每次就是只要一點點 她就一定去尿 而且憋不住 然後她就後來發現 不對 越來越那個容積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感覺她的膀胱好像 越來越小 但後來她很嚴重的時候 是因為她其實是一個業務員 她有時候要開車到 比較遠的地方去工作或幹嘛 她沒有辦法 為什麼 因為我高速公路 從這個休息站 到那個休息站之間的距離 她也沒有辦法憋住 後來給醫生檢查 醫生就說她有過動膀胱 結果她的膀胱可能已經到了 就是只有一個很敏感的膀胱 就是一點點她覺得 我一定要去上 我一定要去上 所以後來就變得非常嚴重 然後去治療 這是一種 另外一個更慘是 就是性生活的部分 那女生很奇怪 她就是30歲左右 然後反正就是 好啊 交了一個男朋友 交一個男朋友 後來就決定 兩個人當然要有一些 比較恩愛的行為 後來就覺得很奇怪 還沒有真正怎麼樣的時候 然後她就 反正她就因為非常非常的痛 然後她就跟她男朋友說 不不不不 停止這樣 然後她就說奇怪 怎麼會這樣 妳是有什麼樣的疾病嗎 後來去給醫生看醫生說 她得一種病叫做 然後她說她那個膀胱炎 導致說她即使 雖然剛才又廖醫師有解釋 膀胱跟我們的 生殖道的位置 其實就是前後的隔壁 那因為她後面 非常嚴重的在發炎 所以她即使她想要做 愛做的事情 她也會非常的痛 所以她完全沒有辦法做那檔事 有兩種問題 那這樣說起來王醫師 堅持性跟過動性膀胱炎 造成的原因是什麼呢 基本上膀胱過動症 或過動膀胱的話 它基本上 原因比較複雜 那基本上它有生理性的 跟所謂的那個結構性 跟心因性的 所以基本上這個病人 它基本上它是因為 心理的關係 他覺得他一直要去尿尿 其實剛剛我們一直提到說 我們膀胱它很特殊是說 它像是一個可以吹氣的氣球 你平時都不訓練它 它變成彈性 它沒有辦法有那個彈性起來 可是如果你常常去 它吹得很脹 它會彈性又疲乏掉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個 很兩難的地方 所以我們希望說 我們有尿液 你要知道你的尿液 可能至少要250到300 再去尿尿 如果你每次尿完尿 尿不到100CC 又覺得解不乾淨 又去尿尿 又去解個20CC甚至50CC 那表示你這個整個 尿尿的一個結構 是有整個過程是有問題的 那基本上必須找泌尿科去做一個 尿力的一個動力學 看你整個尿尿 膀胱可以撐到多大 你那個整個B尿肌 怎麼去把那個尿排出來 那整個速度 流速跟那個角度 去做一個分析 那基本上這是一個比較特殊的 那其實素卿講的這兩個 基本上都不是哥啊 基本上在臨床上面 它其實蠻多的 只是這個原因都比較不容易找到 像剛才有提到一個 兼職性的膀胱炎 這是一個更特殊 那其實把它做一個膀胱性的檢查 發現它膀胱的黏膜 只要一沖 有膨脹之後 它把它灌水膨脹之後 它那個黏膜的下面 就出現很多出血的現象 那因為這基本上 它屬於黏膜的下面 所以我們叫做兼職 比如說這個病 它本身的診斷 是要靠病人的一些描述 再加上一些膀胱性的檢查 那如果是膀胱過動症呢 就是以病人的描述 你的症狀 只要你一天尿尿 可能尿過大概六次到八次 那每次尿尿都解不乾淨 這樣就基本上會認定是膀胱過動症 雖然這兩個病 聽起來有點一樣 但是治療方式 卻有點不太不一樣 因為膀胱過動症 只要吃藥的話 它可以控制得很好 那我請教一下 這兩個膀胱炎 它是因為生活作息 而導致飲食導致 還是情緒壓力 還是什麼環節 這個是多環節的因素 目前來說 以膀胱過動症 有時候剛開始 它是跟心理比較有關 它覺得自己想要去 一直想去尿尿 那這種的病人的話 膀胱過動症 我們希望就是 其實基本上 其實像 如果很多人住院住太久的病人 膀胱比較沒力的話 尤其是你用擦尿管 超過兩個禮拜的話 你膀胱本身一扭力的話 我們在出院之前 會做膀胱訓練 會把尿管夾住 讓你的膀胱能夠撐到 150 200的時候 再測那個量 再讓你的尿排出來 所以膀胱過動的人 用這個訓練的話 他可以慢慢 把他的膀胱的感應 可以恢復到 250 300 升到350 那自己堅持性膀胱的病的話 它基本上比較麻煩 因為我覺得治療方式 比較不好 所以簡單的講 這兩種膀胱也應該 一剛開始都是因為 情緒上的影響 有時候是情緒壓力 可是後來就會到是病人 我告訴你 只要得這兩個病人的話 在後來 基本上情緒就會變得很糟糕 就會開始有憂鬱傾向 變成惡性循環 對 變成惡性循環 所以說病人這種病 基本上在我們民床上面 只要看到這個病人 都會覺得 還要掛心理科 應該說給他安撫 跟他講說這個症狀 控制到某個程度 讓他心理不要有太大的疙瘩 反而對他來說 是個滿大的幫助 王醫師您剛剛講的說 尿量一天要6到8次 這個是屬於白天的情況 整天 一天 包括睡覺 那個都帥起來 對 我們希望晚上尿尿 不要起來兩次 這是個很重要 很多人晚上的睡覺 如果你起來兩次的話 你的睡眠會中斷 你的睡眠品質會不好 可是你覺得像我白天 我可以很長的時間 都不上廁所 可是我晚上就多到離譜 我的一個睡覺過程 有時候是三四次 起來上洗手間 真的假的 可是我睡前不太敢喝水了 其實我們本身尿尿 是一個很特殊的機制 為什麼有人可以 因為他本身可以一種 一種 就是說 那通常道理 你白天冷尿忍久了 你整個身體的那個排泄循環 他就是移轉到晚上才做 所以說你這個情形 在我們臨床上面 會遇到有些人 其實有些人 真的他晚上尿比較多 可是這基本上 你是一種 腎功能不好的現象 所以他那個不能說 是生理時鐘啦 對 他跟生理不一樣 他本身對你的 因為我們常說 在我們的腎臟功能裡面 如果是一種慢性的一些 腎病變的話 他有一些病人的現象 就是他本身 他晚上會變成比較多尿 而且是真的有尿喔 對 我知道 不是說想起來一點點 是真的就很多 所以說如果你可以的話 去做一些 所謂的腎臟功能的檢查 所以尿液的一些分析的話 可以知道說 你目前的腎功能 是不是因為你這些 常年的一些這種習慣 導致有些影響 對 那又或者 是不是有體質有影響 就是什麼樣的人 容易有頻尿的問題 其實剛剛講那個 柔安這種情形 我們在中醫來說 他白天因為身體的陽氣夠 所以你可以憋尿 可是我們到了晚上的時候 是不是身體的陽氣比較不夠 所以這時候 你開始憋尿的這個 沒有辦法忍尿了 所以你反而在晚上的時候 尿尿次數會增多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臨床上常常頻尿 我們體質分為三型 第一種型呢 就是屬於這種 皮腎虛寒的 比較虛損的 就我剛剛說 Ling Day的體質 所以它除了頻尿之外 很明顯它在冬天的時候 或是天氣冷的時候 這種頻尿的症狀會加劇 甚至它會晚上起來 上廁所三次以上 像剛剛柔安講的這種情形 而且這類體質的人 當然就很容易怕冷 手腳冰冷 然後甚至它可能 有腰酸背痛的情形 分泌物多 然後或是有一些 子宮下垂 或是脫肝的情形 我們就屬於這種 皮腎虛損型的體質 那一般來說 是年紀大的人 或是有生物腺肥大的人 容易有這個問題 那剛才講說 我們那個身體就是 比較虛的人 也要注意了 那再來第二個體質 是屬於 那乾淨欲結型的體質呢 它主要就是 剛剛講它在緊張 壓力大的時候 特別容易頻尿 而且它會有一個很 特殊現象 叫尿急破感 所以尿急破感 就是你想去上廁所的時候 你覺得你一飛去不肯 否則你會整個尿到褲子的感覺 就是尿急破感 而且這種很特別 但其實尿卻不多對不對 對 而且睡前的時候 有時候有活動的時候 在那之前 就會一直覺得想上廁所 對 很緊張 壓力大的時候就去想上廁所 那是心理因素的 對 那而且你會發現 在睡前要睡覺之前 特別想上廁所 可能上了四五次以上 可是很奇怪 一睡著之後 它可以一覺到天亮 這種它有情緒上 或是有一些特殊點 它特別容易頻尿 那當然這類的人 它就是比較容易 然後是屬於肝氣餘結型 那第三類型呢 就屬於膀胱濕熱型 膀胱濕熱型 就是剛剛前面講的 尿道發炎 膀胱發炎就屬於這種 所以它小便 除了頻尿之外 它小便會有著熱感 刺痛感 然後容易有些發熱的情形 都是屬於這種膀胱濕熱型 所以不同體質 它的症狀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是頻尿的人 你們會建議怎麼樣改善 如果你是屬於這種 皮腎虛損型的話 就是我剛剛說 它比較Lindate的體質 然後會建議就是說 我們在飲食上 你就不要吃一些 比較冰冷 含量刺激性的東西 然後記得 我剛剛說要做好保暖嘛 所以腰腹部的保暖 非常的重要 我桌上擺的這些食物 就是屬於比較 暖那個暖膀光 溫腎的食物 像大家熟知的 山藥啦 芡食 龍眼肉或是紫米 然後荔枝人 核桃人 這些都是比較可以 暖身體的 這也是補氣嘛 對 這是補氣 溫補腎氣的 那如果是屬於 肝氣餘結型的話 會建議大家就 我們不要吃一些辛辣 刺激性的食物 像尤其是什麼咖啡啊 酒精啦 還有茶這些 刺激性食物 會造成贏尿 然後會建議大家做一些 飲食紀錄 因為其實這類 肝氣餘結型它有時候 對某些食物特別的敏感 特別會造成贏尿 所以你可以做飲食紀錄之外 還有我剛剛前面講的 排尿紀錄 也可以在這個地方 順便去做 那另外就是要建議大家 做規律的運動 我不建議你跑步 有時候跑步 有些人還可能漏尿的問題 會建議它用進走 會扭腰夾臀 所以反而會訓練 我們骨盆底肌肉的力量 所以可以用快走的方式 然後另外就是 我們睡前的話 我們可以泡個足浴 那我們知道 我們足底有那個泳泉穴 就是聖經的穴位 它可以讓我們聖經溫暖之外 我們泡的足浴 也可以讓我們情緒 比較得到放鬆 其實是乾淨玉結 只要你把情緒打開了 其實就改善一大半 對 就是壓力 它跟情緒壓力有關係 那第三種就是 這類型的人 就一定要避免吃一些上火的食物 剛剛前面提到 辛辣炸口刺激 尤其是現在冬天 大家很喜歡禁補 什麼麻油雞 姜母鴨 麻辣鍋 有這類體質的人 千萬就不能吃這些禁補的食物 那平常在保養上 中藥建議 我們可以吃個玉米鬚 白毛根跟芙苓 都是有利尿消腫的作用 尤其會推薦大家吃這個白毛根 因為白毛根 在中藥來說 它除了有利尿的作用 它還有清熱涼血的作用 所以清熱涼血 就是它可以 就是我們講 預防泌尿道感染 很多人說什麼蔓越莓 對 那蔓越莓到底有多小 一般我們其實 我們對C的研究 我們都會跟 只要是來看過一次以上 膀胱發炎 尿道發炎女生 我都跟妳講 她要去買蔓越莓回來吃 那我會特別強調一件事 要去買蔓越莓的健康食品 濃縮膠拿 你不要去買蔓越莓一隻 因為蔓越莓非常的酸 而且為了吃 一定的 但你要買另外一個 絕對會甜 那個寶特瓶的那一個 那個甜的 其他那個紙荷包的都酸到飽 那其實為了那個甜度 你就知道 它裡面加了很多的糖 你可能該有的濃度 又沒有保護到 那基本上可能又喝得過多的糖 你說的是已經是果汁了 對 我比較推薦就是 它的那個濃縮膠囊的保健食品 那樣的濃度 才能夠說達到預防跟治療 因為畢竟在有蔓越莓的研究當中 它對於泌尿道感染跟膀胱發炎的預防跟治療 都是有效的 那當然 這重點條件是 你要能夠養成適當的喝水習慣 跟排尿習慣 對 你有點小狀況 或是當作一個保養用 你不要等到已經開始 或是開始打冷戰的時候 再開始要吃的話 你可能已經就來不及了 我那時候要結婚前 有一陣子我情緒很緊張 然後再加上 因為那時候常常去試禮服 所以那時候我有一陣子有憋尿了 但是憋尿之後我就發現 因為你也知道 我已經是尿道嚴的老手 專家專家 不是 我已經 就當然要去找醫生 但是我知道不太對勁了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開始去 我就去超市 我就買很多蔓越莓回來 然後我就開始吃 然後把蔓越莓汁 打成果汁當水喝 然後又吃維他命C 然後又一直喝水 然後又一直跑廁所 然後咧 大概兩三天這樣 就壓下去了 就沒有那感覺 好厲害喔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對 但是我只有那一次 就是因為我發現 我又有灼熱感 那我就開始用這個方法 但後來就有壓下去 就OK了 但是我要提醒一下 就是蔓越莓是針對這種 細菌性的膀胱炎 其實有改善的作用 但是我們剛剛是不是有提到 一種兼職性的膀胱炎 對 如果是這種非細菌性 引起的兼職性膀胱炎 其實不建議吃蔓越莓喔 因為蔓越莓 產生這種尿液酸化作用 有時候反而會刺激 這個膀胱壁的黏膜 造成那個表皮受損 跟它發炎更嚴重 所以如果你是屬於兼職性膀胱炎 或是那種膀胱過動症 其實反而是不能吃這種蔓越莓 或是這種含維他命C 什麼小紅莓這些來補充 要提醒大家 其實很多東西 我們都鼓勵吃新鮮 可是唯獨這個事情 我跟王醫師的見解是一樣的 其實你要吃膠囊比較足夠 那些新鮮物其實濃縮起來有多少 然後第二個 其實除了蔓越莓之外 你只要看到那個紫色的水果 莓果類都可以 包括所以葡萄容易打的時候 連葡萄都可以 小藍莓 或者其他只要看到什麼 只要那種紫紫橫紅的 對 其實多少都有 可是要注意的是 你剛才說維他命C這件事 之前有人就想說 那我大量吃啊 所以甚至有一陣子還賣那種 叫做什麼維他命C排毒粉之類的 就讓他每天吃 就覺得說從腸道到泌尿道 都會整個非常的乾淨 然後又可以預防 結果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那個 有一個診所滿大的那個 他們就發現有一個案例 是一個老太太 她也是跟著吃 結果吃的量太大 因為維他命C粉太大量吃 然後她本來就是一個 結實的體質的人 結果吃了沒多久之後 大概半年多吧 結實又復發 所以維他命C不能超級大量吃喔 尤其如果你是已經有那種 草酸結實的體質 你真的建議你要從天然物 不要補充那什麼維他命C粉 或定一顆什麼 一千毫克那個 太多 反而會讓你再復發 以為它會排掉 以為它留不住在體內 其實就結實 對 如果你是結實體質 你又超大量補充的話 可能使它再復發 是 好 那最後呢 王醫師來幫我們總結 我們要讓膀胱更有力一點 這個生活的習慣要掌握什麼 第一個 生活作息要正常 不要太晚睡 然後基本上要正常時間喝水 提供大家一個小時要喝 100CC到150CC 那養成一個習慣 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 要去上一隻廁所 如果你是屬於膀胱過動症的話 也不要15分鐘就會上一次 要稍微忍一下 忍到至少一個小時再去上 那再過來其實理性方面 我都跟大家講 其實剛才終於有提到說 提肛啊 夾屁股啊 那個我們系有個專有名詞 叫做 凱格爾 生過小孩子的媽媽都知道 要學的 生之前要學什麼 拉梅茲 生完之後要學什麼 凱格爾 不但對你的泌尿道有幫助 對你的夫妻生活 也有很大的幫助 沒錯 那男生也可以練凱格爾嘛 當然男生可以 但胃病的時候 班長就叫你 要夾住你的大腿 這時候就叫凱格爾 好啦 今天不講 我們不曉得說 原來膀胱啊 它是嚴重到 可以致命的一個疾病 對 所以要請大家好好的 呵護它 祝福大家這個膀胱 都能更有利益 真的 謝謝 謝謝